當時警察就是在這個位置痛 在這個位置打死了 弟弟的頭七剛剛過了 李散華的家人仍然對弟弟的死充滿疑問 他當日不在家 事發的經過都是媽媽告訴他 他在這個廳打我媽媽 弟夫就在房間 然後他就聽了一聲出來 然後就制止他 給他打回頭 拳頭的 拳頭的 即是這樣說 他當時警察就入了這扇門 入了屋子 我明明沒有入住 就在訪問的前一天 他和弟夫去了警察總部抗議 質疑警方使用槍械的決定 他始終認為 事發當時可以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我覺得距離是可以做出更多的選擇 因為有三個警員在那裡 也有長棍等牌 警務處處長蕭澤二 星期一也再次回應了事件 說會交由死因庭言訊 同時也再次向家屬作出慰問 李散就說他對警方的回應滿意 現在仍是審訊階段 他對我有慰問 我也可以 也希望他們有三個慰問 也可以的 你會不會想收到 那個引當時人 親口再和你們有一個道歉 對於最終的結果 他說無論如何都好 希望的是還原真相 甚麼結果都願意聽 想查清楚 因為我們有很多疑問 我會想要你 看著《惡惠星》 以及《惡惠星》 由於選了